本来是业务然后把它改成修改成 这一个我们的这个产业别 那产业别基本上我就改了几个地方 我刚刚有把它传上去 请各位稍微参考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因为资料库我暂时先跳过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完成的话 那这个画面的话呢是在 你把它重整一下 其实云端白板也是一个很快 很快可以进入状况的一种方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都是四四四四四 有没有 你会发现哦 那如果有规则心 那是不是说以后我传进来一个参数 四的话那就产业别 三就是业务 五的话是什么 就产品嘛 有没有 那十二的话 有没有 那边每个栏位都有每个栏位 它的三业务 四产业别 五产品 那另外客户的话就是 十二 那其他看需要的话 你再增加栏位 不就可以很快的产生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基本上我把它改的结果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改完之后的话呢 可以让让看 就是说如果今天把这地方改完之后的话 那如果你觉得OK 我还是建议了 租行跑会比较 比较可以确保一下 这个这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改完之后的话也是一样 按F8 好 啊 先把删掉一下 里面删删删删删 没有 那特别需要关键在这个地方 刚才有讲过 delete 对 第二个就对了 然后再来就新增一个新的 并且筛选出我们要的蓝数 因为是第四 所以你会发现产业别筛出来了 然后再来就是 最后一 X 到第几个新增 然后新增一个金融 然后向下调整 然后向下再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全部跑完 OK 这个还有一个 服务 然后再来自动调整 好删掉第一个 然后 然后问题 把筛选取消掉 特别注意我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DisplayAlone的话 我是删掉了好删掉这个上面这一个 因为其实这边关 在这边开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个开一个关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 那特别注意就说有几个地方是重复的 所以 我们其实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是最后可以修改一下 在下一页 基本上下一页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呢